请您在阅读版文前关注,美花美文欣赏,我们将会给你带来免费的经典美文,漂亮图片,人生哲理,实用技能,陪伴您开心度过每一天,感谢您的关注。 一个,而两岁,某一日,头撞桌角,尝一包,大哭,一分钟余,我走向桌子,大声问,桌子呀,是谁把你撞疼了,哭得这么伤心,而只哭,眉眼看我,我抚桌,冲而问,谁呀,谁撞疼了桌子,我,爸爸,我撞的,哦,是你撞的,那还不快向桌子鞠个躬,说对不起,而喊嘞, 鞠躬,说,对不起,自此,而学会了责任和担当,二则,而三岁,无辜大哭,我问,咋了,那不舒服,没有不舒服,那为什么哭,就是要哭,明显撒娇,好吧,你要哭我们都没意见,可是你在这儿哭不合适,会打扰我们说话的,爸爸给你找个地方,你一个人好好哭,哭够了再叫我们。 说完将尔关键的洗手间,哭完了敲门,两分钟,尔开门,爸爸,爸爸,我哭完了,好,哭完了,哭完了就出来吧,至今,尔十八岁,人未学会操纵和迁路,三则,尔五岁,傍晚,千尔散步经小桥,桥下避水见地,暗流汹涌,而仰头看我, 爸爸,小和豪美,我想跳下去游泳,我一愣,好吧,爸爸跟你一起跳,不过我们先回家,换一下衣服,回,尔会一臂,见一盆水在面前,困阔,儿子,下水游游地把脸埋进水里,这你懂吧,尔点头, 那我们现在就先练习一下,看看你能埋多久,我看表,好,儿把脸埋进水里,豪气冲天,仅十秒,呸呸,爸爸,枪水了,好难受,是吗,等等跳到河里,可能会更难受些,爸爸,我们可以不去跳吗,好吧,不去就不去了, 从此,儿学会了谨慎而不冒失,三思而后行,四则,儿六岁,后吃,末晚,放尸进麦当劳,驻足,爸爸,麦当劳,垂涎欲滴,嗯,麦当劳,想吃,想吃,儿子,一个人想吃就吃呢,叫狗熊,想吃而能不吃呢,叫英雄,接着问,儿子,你要做英雄呢,还是做狗熊? 爸爸,我当然要做英雄,好,那英雄,想吃麦当劳时会怎样呢?能不吃,很坚定,太棒了,英雄,回家吧,儿流着口水,随我回,从此,儿学会了有所为而有所不为,惊得起诱惑,不得,而八岁,顽皮,与大同学打架,伤痕累累,回,大哭不止,喂吃,喂吃, 儿气答,愤怒,愤怒,儿豪豪,你打算怎么办?再问,需要爸爸为你做点什么?爸爸,我要找块砖头,明天从背后去砸它,嗯,我看行,爸爸明天为你准备砖头,继续问,还有呢? 爸爸,你给我弄把刀,我明天从背后去捅它,好,这个更解气,爸爸这就去准备一下,我上楼,理解之时,儿子平静,约二十分钟,我从楼上搬一大堆衣服请勉拜,儿子,你决定了吗? 是用砖头,还是用刀呀?但是,爸爸,你把那么多衣服被子干嘛,儿困阔,儿子,是这样的,如果你用砖头砸它,那么警察就会把我们带走,在监狱里大概只要住一个月,我们就带些短衣宝被就可以,如果你用刀子捅它,那么我们在监狱里至少三年回不来,我们可要多带些衣服被子,四季都要带齐。 所以,儿子,你决定了吗?爸爸愿意支持你,要这样的,儿经恶,是这样的,法律是这样规定的,我趁机扑法。 爸爸,那我们就不干了吧,儿子,你不是很愤怒吗? 嗨嗨,爸爸,我已经不愤怒了,其实我也有错,儿脸红。 好,爸爸支持你,自辞,而学会了选择和代价。 六则,儿九岁,四年级,数学不及格,闷闷不乐,怎么了,考试不及格,还给我们脸色,因为数学老师很讨厌,他的课不爱听,理直气壮。 哦,怎么个讨厌吧,我很感兴趣,儿说了很多,总之他也不喜欢我。 哦,别人喜欢你,你就喜欢他,别人不喜欢你,你就讨厌他。 这说明你是个主动的人还是被动的人,是个被动的人,儿子回答,是强者,还是弱者,是大人,还是小人。 继续问,是弱者,是小人,儿怯怯,那你要做大人,还是小人,做大人。 爸爸,我知道了,无论老师喜不喜欢我,我都可以去喜欢他,尊敬他,主动影响他,做一个强者。 抑郁,开心上学,数学从此优秀,并知道了何为大人,何为小人。 妻子,儿十岁,玩游戏,妻女叫,子不改,儿子,听说你每天玩这个,我指着电脑。 嗯,承认,低头,每次玩完之后,什么感受,茫然,空虚,没劲,自责,看不起自已。 那为什么还玩呢,把持不住自己,是不? 是的,爸爸,儿很无助,好,爸爸帮助你,我搬来电脑,给儿子一小锤,儿子,砸了他。 爸爸,儿竟个,砸了他,爸爸可以没有电脑,但不能没了儿子,而流泪,亲手砸了电脑,从此,儿懂得了什么叫原则。 西孟姆,泽林处,子不学,但记住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